中午刚睡了半个小时 这人不见了 老公 妈呀 你那儿呢 我还没看着呢 这干啥你这是要啊 玩 哎哟 你妈呀 你咋把地抠了 下雨天打孩子 你可真是咸的 朋友们 听着没 这就是下雪天打孩子 是真咸的 朋友们 我们这是在为明年做准备 今年的牛就先养这么多 明年一定要把它们多养一点 现在这个坡度是比较平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坡度变成这样子 这边的地面全部都得重新再抠一遍 今天下午开始 今天是16号的下午 现在是一点 我刚睡了半个小时 我说这人不见了 我这一扭头人家上这来了 这回比上铺也好铺啊 没有牛 没有牛尿的 上尾一绷起来都是臭的 哈哈哈 这回直接最下边这一个 直接跟底下能卖一起啊 高 对 下边它往低了做 往低点做 咱家那个汤水躺不下去 吃一切长治 你这就属于是个失败中总结经验 然后再加以改正 所有人都一样 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 建牛圈的时候铺那个牛床 一定要从上边到下边是20公分的差距 上边要高 底下低 这样才不会铺两次 这就是我和王江南同学 错误中 再总结出来 然后你看我们要重新开始 这下边的砖和原来的砖现在差这么多 这一趟已经铺完了 看我老公铺的挺快呀 你先铺着啊 完事我给你一会儿的抠 现在把最下面的土都抠到上面来 然后把上面垫起来 等今年做牛巢 你准备是买那个废油罐 还是自己喂铁板呢 有点牛头吗 缺一点 你不得把这一趟都整吗 缺多少 那个反正更宽了哈 我还是老公咱伤伤了呗 我想把这个牛巢底下呀 用砖砌上 把外边砌上 等着再整牛巢的时候 我准备要在外面 给他们砌一层砖 这样他们的牛粪不会绷到过道上来 然后牛吃炒 剩下掉下来的料 也不会跟那个牛粪摻到一起 然后比较好清扫好打理 现在的高度比原来现在高有三公分以上 我们家这块地方原来是放有玉米的地方 江南现在要准备把他们先从这边抠过几天 我们要把玉米买回来 我们现在还缺五万斤左右的玉米 家里面有两万斤 然后还需要买三万斤 然后还需要买三万斤 先把这三万斤玉米买回来 防止过几天还有大雪 然后那个牛没有吃的 这三万斤吃完就把我们家自己家种的玉米给他们打了 就够这批牛吃完出来了 然后接着我们一直往北 一直往北 重新把地面全部都重新铺一遍 这些板子呀带子呀还有那些铁管都得挪走 我们家上次用完这个铁管 现在目前还剩了这么多 然后过几天我们要铺这个地面的时候 全部都得把它们再倒腾一遍 然后家里边这些鸡呀还有鸭子 都得重新给他们换一个地方 这个工程还是比较大的 明天翰那个横杠上铁管得用六根 明天二叔就能回来给翰加锅 去了六根还有还有几根的 一共还有十来根了吧 到时候你整这个牛桃子这都不够 那还得去买 上下两趟得十四根 然后我想把它安上线位栏 你钱 啥时候能有钱 把这些牛卖了安心吗 啥时候铁八百千一斤咋就安心 这支铁买成明天两块多一斤 啥时候能掉价呀 你没经历过铁三百三四五千一斤的时候 我不记着 小时候卖破烂了卖一堆铁 没有那啥之前都止盒之前 底下没上洞哈 没有 要上大洞的时候 你啥时候能上大洞啊 再过一个月就完 再过一个月 这回应该想扣你扣不下来了 行啊 趁这这段时间费点劲费点劲吧 咱爷爷来了 爷爷来了 爷爷把烟剂了 这回开始克毛克 麻烦一个事吧 哎 你去给我找个凳吗 啊行 我给你找个凳的 高点的矮点的 矮点的 行等着啊 孟哥 你看看这小凳合不合心思 行 各听不